作者 俄氏老五 博奖 小编C 拈水啸 第1208章 陆在脚下 跨入虚空裂缝的同时,莫无忌就想要进入凡人界里 但是他随即就发现,在他从凡人界中剥离了两道模拟道则之后 他的神念已经彻底崩溃 不但是石海神念崩溃,除神落神念同样崩溃了 这是因为他的道机消散造成 这一刻,他连自己的凡人界也进不去 五名圣人级别的强者,加上莫无忌的大会面书 似乎将这方虚空戒语彻底撕裂 莫无忌唯一能做的就是蜷缩身体 在虚空裂缝中任凭自己被卷走 虽说他的道机毁灭,但他的炼体根基还在 哪怕肉身几乎被劈成了三段,只要没有被彻底回去 他的肉身仍旧在虚空裂缝中缓缓地愈合 也不知过了多久,莫无忌直接砸在了一处地面上 此时莫无忌反倒是松了一口气 以他胜体后期的强悍肉身 这一轰倒是没造成什么问题 至少他的小命暂时保住了 尽管身上的伤势极为严重,但莫无忌依然没有动作 他感受得到,这里应该是个极为低级的界面 天地间的元气不但档次低还极为稀薄 应该是灵气都不如的那种元气了 他根本没办法依靠这里的元气疗伤 足足过了一天的时间 莫无忌才勉强挣扎着爬了起来 表面上看,他似乎没有任何伤势 但只有他自己清楚 他的伤在这里根本没有办法可以救 不用去大厅,莫无忌也知道 这地方就和地球一样 是一个天地元气匮乏,无法修炼的界域 爬出自己砸出来的深坑 莫无忌看到的是连月光都没有的漆黑天空 他所处置处是一个小土包 土包上的野草细细拉拉 莫无忌的心情此刻极为平静 他很清楚 如果没有外界因素加入 他恐怕永远也无法离开这颗凡人星球 对于这里的凡人来说 他拥有无穷无尽的寿命 可寿命再长 他也没办法让自己的倒机恢复 他只能犹如一块永恒的石头 在这里慢慢消耗自己的生命 直到在无限久远之后 寿元被彻底耗尽那一刻 也许无数年之后 在他凡人界中修炼的韩清竹会感受到他出事了 想办法离开凡人界 不过莫无忌很清楚 没有他的帮助 任何人 包括韩清如都根本离不开他的凡人界 他除了任命 再也没有任何其余的途径可以离开这方星球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 站在这小土包上的莫无忌 动也没有动 从一个遨游宇宙的准圣巅峰强者 落到现在的地步 从今天之后 他是真的要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凡人了 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又一个熟悉的身影 最后定格在莫无忌意念里的 居然是一个瘦弱的黄毛丫头 如果不是燕尔 他就算是重生了 是不是也会失去一种爱的信任 如果他还和燕尔在那个小小都城 燕尔是不是还会每晚出去摆摊 然后赚取些许铜币 为他购买一碗米饭 少爷 那呼唤似是还在眼前 可当年那个燕尔 永远只能存在于他的记忆之中 这么些年过去 不知燕尔是不是还在修炼 也不知他有没有跨入仙界之中 远处的天边出现了一抹红色 接着 红色越来越淡 化作了淡淡的金色 周围的黑暗 也渐渐被金色驱散 慢慢的 一轮红日从天边升起 只是看着一轮红日升起而已 墨无忌却似乎已经吃了 多少年了 他除了逃命就是修炼 要不就是疯狂地寻找修炼资源 今天 他终于可以做一些和修炼无关的事情 看着太阳的渐渐升起 上次他看日出 那还是什么时候啊 记忆 记忆似乎出现了模糊 墨无忌仍旧在努力地回忆 对了 他想起来了 有一次他获得了一笔额外的研究经费 他心中很是开心 便约着夏若音一道去看日出 但是夏若音拒绝了他 理由是日出有什么好看的 还不如去吃西餐呢 后来有没有吃西餐或者吃了什么 他早就已经忘记了 最终被他记起来的 是他始终没能去看日出 今天应该是他头一次看到 太阳慢慢地爬升 逐渐变成一轮磁烟的圆盘 你这样对着阳光看 会灼烧眼睛呢 一个突兀的声音 惊醒了沉思中的墨无忌 墨无忌刚回头 便看见一名肩扛锄头的中年人 应该是一位农民 你身上 中年农民看着墨无忌蓝绿的衣衫 衣衫上的血迹 已经变成了乌黑的颜色 请问这是哪 墨无忌没有听懂对方的意思 抱拳问出来一句 看见墨无忌抱拳 这中年农民似乎有些惊讶 他赶紧放下了锄头 说了一大堆 墨无忌叹了一口气 这里肯定是另外一个未面 如果他神念还在 只要他的神念扫一扫 所有言语信息都会被他收集起来 然后从容地对话 可是现在显然不行了 没有继续询问面前的人 墨无忌走下了小土包 来到了一条小溪边 将身体清洗了一遍 破旧的衣服也被他重新整理 至少表面看起来 还勉强算是一个流浪者 绕过小溪 墨无忌看见了一片繁忙的农耕之景 如言望去 到处可以看见在田地里劳作的农人 或是插秧或是翻土或是收割 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劳作 每一个人都在一点点收获自己的希望 墨无忌再次停了下来 他又一次有了些痴呆地站着 曾经他也是这无数人当中的一员 同样都是为了自己的收获 而不断地劳作着 他获得了开皮脉络的药液 在他重生之后 他借助这些药液 开创了凡人之道 当初他本是个连修炼机会都没有的人 但他仍旧凭借自己的努力 走到了整个宇宙的巅峰 就算无数次被追杀 无数次被暗算 他仍然停了过来 如今他拥有圣体的肉身 还有无数功法 甚至还开创了自己的不朽凡人诀 仅仅是道鸡被损 丹田和脉络被破坏 他为什么反倒不如当年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 这是他的道在退步 还是他的心智开始变弱了 他能从一见凡人如道 就可以在凡人界 再次恢复自己的道鸡 恢复自己的脉络 之前那颓废的感觉 瞬息被融化 一种豪情升了起来 看着那仍旧浩瀚的虚空 莫无忌一声长笑 他依然会站起来 重新走回宇宙之中 远处农作的众多人 看见莫无忌无缘无故站在那里长笑 都是下意识做好了防备 好在莫无忌只是长笑一声后 便再度安静下来 这才让众多劳作中的人安下了心 重新收拾信心的莫无忌 还未想到如何去恢复自己的道鸡 他居然感受到了久违的感觉 饥饿 他拥有无尽寿源 还是圣体之身居然会饿 多少年了 他再次感受到了饥饿的感觉 小哥 你没事吧 之前那名中年人硬是再跟了过来 有些担心地看着莫无忌 莫无忌见他很是关心的样子 猜得出他的意思 笑着摇了摇头 我帮你拿几件衣服吧 中年男子见莫无忌的衣服似乎被撕扯得厉害 只是勉强裹在身上 他又是热情地说 一种清晰的名物出现在莫无忌心头 莫无忌立刻摇了摇头 我要走了 谢谢你 不管对方听不听得懂 莫无忌转身就走 他走得不是很快 跨出去的步子却非常大 只是短短时间已经越过了土包 莫无忌来到这里本来就是一个陌生人 现在他要走 也没人会去在意 最多是看着他走开 直到莫无忌走到大家的目光看不到的位置 最初的时候 莫无忌还在想着 应该选一个安静的地方感悟自己的名物 但在走了半天之后 莫无忌的起道路已经和他的心神联系在了一起 他完全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只知道一步又一步地往前走 无论面临平原还是水测 无论是碎石还是荆棘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拦莫无忌的脚步 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拦他的感悟 这一刻他脚下的路就是他的道 他的道就在他的脚底不断延伸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笑为您播讲的不朽凡人下一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